各位伙伴 大家好 我是施衡 我们接着讲 21天学通火山安卓手机编程的入门版 第09天 今天内容是基本的流程控制 如果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给大家今天讲的是 火山的基本流程控制命令里面的如果 讲这个命令 那么这个也属于我们这个日常小助手 变迁工具里面的一些知识 当然呢 我们是通过这个变迁工具 把这些知识呢 都融入到这个工具里面 融入到这个应用的过程中 这样的话呢 大家会觉得稍微有趣一点 如果单纯的讲的话 可能大家觉得比较枯燥 那么大家可能说 这怎么还在讲这个变迁工具呢 上一天我们讲变迁 因为下一天我们还得讲变迁 我们是把这些基本的一些知识呢 在做这个变迁工具的时候 把这些知识啊 给大家融入到里面去 讲完 那么在之后的话 我们再做一些 比如说这个财务收入啊 支出之类的时候 这有些基础东西我们就不再讲了 就直接往下写 所以说这个前面这一段呢 还需要一些时间 我们把这些知识再给大家 慢慢的让大家 给它接触到 然后呢把它学会 那么大家 看到这个流程控制命令 大家现在 现实中我们想一想 那我们现在的这个手机 是不是更新换代非常快 并且呢 从参数上看呢 现在什么CPU都是四核 八核之类的 对吧 这个应该说这个性能都非常强悍 那么如果我们这个手机 没有电的话 它是不是什么也不能干 如果有电 你不开机 它是不是也就 还不如一块板砖 对吧 那么只有我们有了电 然后开机 然后运行 这个手机的操作系统 这里面呢 操作系统里面呢 在有一些应用程序 它才可以打电话 发短信 聊微信 上QQ 对吧 那么就从这个过程来看呢 就会有很多的如果 对吧 如果没有电 对吧 如果有了电 但是没有开机 如果开机了 如果里面也没有装微信 这个程序 那么是不是也没法聊微信 对吧 所以说这个程序啊 在我们这个生活中 有很多的这种可能性 如果那么怎么样 如果否则怎么样 那么在程序里面呢 也是这样的 虽然大家说 电脑现在也是非常快 好像觉得电脑什么都能干 但是如果这个电脑 你不通电 或者说 你不给它装操作系统 它是不是也是相当于一块废铁 对吧 即便它这个硬件的功能非常强大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软件的配合 去控制 它这个硬件呢 也发挥不了这个性能 所以说呢 这个软件呢 就是在我们 不管是手机 还是电脑呢 就至关重要 那么这个软件里面呢 也不是说 这个软件是上帝 从天上掉下来的 对吧 下雨的时候 掉下来的 是河里面捞的 那么这个软件呢 都是程序员去写的 那么程序员写程序的时候 他是怎么写呢 把各种情况都判断到 对吧 每一种情况 比如说就像一个简单用户登录 用户名有没有输 对吧 用户名输了的话 用户名是不是注册过 如果注册过 然后现在看你密码有没有输 密码输了之后呢 判断一下你这个密码 符合不符合规则 然后呢 再判断你这个密码 和你这个用户名 是不是和注册的时候 是一致的 那么这所有所有这些过程呢 都是程序员把这个代码 写到我们这个软件里面去的 所以说 所有这个软件 操作这个过程 这些基本的这些流程呢 它都是有大量的这种 命令去构造的 那么这些命令呢 在人的这个思路的控制下 写出各种各样的程序 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 这个基本的流程控制 如果 那么像我们给大家画这个 这个提纲这个图里来看 我们说如果 什么什么情况 我们干什么 否则的话呢 这个半路上又说 否则还有另一种情况的时候 我们干什么 这样的话 符合这个条件 我们干这里面的事 符合这个条件呢 我们干这里面的事 其他的这些事都干完之后呢 我们再接着下面 做下面的一个工作 那么这就是我们流程控制 就是基本的一个样子 那么可能是不同的编程语言 它里面这个一些关键字啊 或者说一些流程上 可能这个个别的有一些差别 但是呢 大体的一个思想都是差不多的 那么在我们这个火山里面呢 它这个如果 它是怎么用的呢 它有一个如果 如果只有一种情况 那么就如果 这种情况成立 比如说 如果我们这个 变迁的界面 还很不好看 那么我们需要 对这个变迁进行美化一下 否则 如果这个已经比较好看了 那么我们研究一下 这个多条变迁 对应的应该怎么判断 怎么去编辑它 那么这个就是说 如果符合这个条件 干什么 不符合这个条件的话 还有没有其他的情况 如果符合这个条件的话 怎么样 所以在这个火山里面呢 它这个如果 命令它是这样的 或者你单独是如果 或者是多种情况的话 它有如果 否则 否则 这样的一个流程 当然这些 如果 否则这个命令呢 我们之前写代码的时候 给大家用过 虽然没有详细给大家说 但是我们用过 其实大家也应该有感觉 说 似乎用起来也比较简单 对吧 如果这个条件成立怎么样 否则 这个条件成立怎么样 就是这样的 那么也就是说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讲的 就是如果 当然还有 否则 它俩是一组的 它俩都是 如果这个命令里面的 一些相关的东西 然后再给大家会说一下 这个关于 我们之前做这个 变迁 我们简单美化一下 让人看着舒服一点 写程序也会 更有成就感一些 然后呢 我们接着会跟大家说 多条变迁 这个变迁的话 那你今天记一条 对吧 明天记一条 后天记一条 你不能就在一条上面 来回编辑 这是不科学的 所以说呢 我们会给大家说 这个多条变迁 那么多条的时候 那就要判断一下 对吧 如果是第一条 怎么样 如果是第二条 怎么样 如果是第三条 怎么样 对吧 也许说 可能我们会写 如果是第一条 否则 是第二条的话 怎么样 否则 是第三条的时候 怎么样 那么就是这么个过程 好 我们先看这个 如果 那么说到如果时候呢 我们会跟大家说 关于这个流程的控制 流程的控制 就是程序 它执行 它有个过程 这个过程呢 它不是说 你写的所有东西 它就一条一条往下走 它可能会判断 这个条件成立的时候 执行哪一段 那个条件成立的时候 执行哪一段 这样的话 它才会有这种 有区别的 对吧 你就像 它这个不是说 就像一个我们 平时的一个生产线一样 它也会判断 比如说给瓶子里面 灌这个可乐 它判断这个灌的 这个量 是不是符合这个要求 你这个比如说 出现意外了 灌了半瓶 你不能下一步的时候 它就给瓶盖上 对吧 你这样卖出去的话 这个客户可能都投诉了 对吧 所以说它会检测 判断 如果这个量 没达到的时候 它一个机械手呢 把这瓶抓走了 这就是 它就会有这种 流程的控制 那么抓走的这个过程 或者说对这个 是不是 这个量 符合要求 对于这个的检测 它就是一个 流程的一个控制 那么 如果什么叫不控制呢 就管你是半瓶呢 还是满瓶呢 就往下走 灌水 盖盖 这样的话 就是没有控制的 对吧 你半瓶也盖上了 一瓶也盖上了 这个肯定是不好的 那么在这个 编程过程中呢 一般的流程控制 一般的编程语言 像有这个 如果呀 一些判断呀 这个循环呀 还有等等一些 这个不同的 编程语言 它有些 比较精简 有些呢 这个 可能是复杂一点 但是 大体上都是差不多 一般呢 就是说 一些判断类的 和循环类的 那我们今天说的 就是判断类的 就是判断这个条件 符合不符合 我们的要求 那么 循环类的话 就是说 让你循环多少次 或者说 让你 符合什么条件的时候 你就进入循环 一直在那里来回 转圈 对吧 不符合条件的时候 跳出来 就是结束了 或者说次数的循环呢 在没有达到 那个指定次数的时候 它一直在循环 到了一定次数时候 停止 好 说到这呢 我们打开一下 我们之前的代码 让大家 去感受一下 我们 之前写的代码里面 也有用到过这种 如果 那么现在大家看起来说 会马上就 能看到 这是我们今天要学的 如果 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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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当体上 大家看就是这个样子 如果 后面给个条件 符合这个条件的话 执行 它里面的 不符合这个条件的话 往下走 到这 判断说 符合不符合这个条件 如果 符合的话 执行这个 还不符合的话 往下继续走 又到这判断说 我看看 和这个 符合不符合 对吧 它一直是这么过程 最后呢 这些条件都判断完之后 它就一直 这些条件都判断完之后 它就走后面这一段 这是大家公共的 如果你半路上 不反挥的话 公共的 它执行这些 那么 今天是这个 09天 我们 去新建一个项目 新建一个项目 还是这个 空的全屏窗口 好 我们把这个 第八天的时候 这个代码呀 给它 全都复制过来 因为我们 做项目的话 在前面基础上做 但是呢 我们保 保证之前的代码 是不变 然后 复制一个新的 那么第九天的时候 我们把这地方 改成9就可以了 剩下的这个呢 就是这样的 那么当然这个呢 是我们把它设置为 把它设置为 这个什么呢 这地方把它设置为 活动项目 一般新建的 它默认就是活动项目了 好 我们把我们这个模拟器 也打开 让它启动着 我们看一下 之前我们 做的 之前这是 主界面 对吧 这里面我们点变迁的时候 我们会进入到 变迁的这些布局 那么这布局呢 我们这地方有 大家看 有这个什么呢 回顾一下 变迁的主页 变迁的编辑 那么这么几个布局 好 这个模拟器 我们打开了 那么今天要给大家 先说的 就是我们这个 如果和否则这个命令 怎么用 那么这个我们简单的 给大家 做一个小界面 去感受一下 什么样的界面呢 我们就把 把这个呢 布局器啊 我们给它 隐藏掉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什么呢 把我们之前 这个变迁编辑这个 给它 可视 然后呢 这个变迁编辑 这个我们给它设置为 可视 这个地方 我们把这个什么 好像给隐藏了 把这个启动类 是不是给隐藏了 重新进来一下 这个 这个不能点 重新进来一下 这个启动类啊 我们要可视的 然后我们是选这个什么呢 最底层这个 双击 给它完全隐藏了 现在 大家看这个 这个什么呢 变迁的编辑 这个就是当前的 唯一可视的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给大家 简单做一点什么呢 这个 简单给大家画个界面 这地方呢 我先放一个 线性布局器 好 这个宽度呢 设置为 组件的 宽度 然后放一个 编辑框 把这个设置为 横向 这里要放一个按钮 我们简单要调试一点东西 简单设置一下 这个字体呢 大一点 大家都能看见 40 我们颜色呢 给个黑色 那么这个 组件的宽度 给它一个 100 大一点 高度呢 指定一个 50 或者这个我们就 批配 副组件高度 这个呢 给它设置为 50 好 这些 都给它 对齐一下 内容 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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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按钮呢 叫 判断一下 什么意思呢 我给这个地方 做一个 这个什么呢 画一个学生的成绩 那我们知道我们都上过学 如果你说小学都没上过幼儿园 你可能上过 对吧 上过学的话呢 我们都有考试 考试的时候都有个成绩 对吧 考试说 60分 万岁 59 白费 对吧 那么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这个60分的时候就算及格了 59分就是不及格 那么可能到 这个80分 到90分呢 可能说是良好 90分到100分呢 可能算是优秀 那么这几种情况 计算机怎么去判断呢 那么 大家也说 计算机现在速度那么快 你这么点东西 它判断不来吗 是的 它是判断不来的 因为你没有告诉它怎么判断 你没有给它规则的时候 它是不会判断的 你不是说 画这两个 一个辩计框 一个按钮 点这个按钮的时候 它就马上就能知道 你是要判断这个成绩 60分算是及格 80分算是良好 你不写代码的时候 它是不知道的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地方 判断成绩 这个编辑框呢 成绩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去判断一下 好 有了这两个之后 我们去做一下工作 做什么工作呢 当我们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 其实大家看 这个按钮被单击的时候 它只有这统一一个方法 那么在这个下面 如果我们要想做这些判断的话 就是在这地方用如果 是这样的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 你可以不要它 你把它放后面也可以 我们说这个是我们之前的代码 现在我可以单独写 对吧 单独写 如果 如果什么呢 我们说 我们这个编辑框里面 要是这个成绩啊 要是 小于 60分 我们就提示说 不及格 这样的过程 怎么写呢 当然这地方 我们要判断一下 什么呢 我们判断是编辑框 那么这个就是 编辑框 什么呢 成绩啊 它里面的内容 这个内容 那么这个内容 我们当然要判断说 它如果小于 小于多少分呢 小于60 是不是就要有一个什么呢 提示 对吧 比如说 提示框 那就提示一下说 什么呢 就提示一下这个信息 说 非推啊 不及格 对不对 那么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现在去编译 去试一下 看能不能生成呢 大家看 提示什么呢 说 这地方呢 不能加这个文本形 与这个整数进去比较 那这60是个整数 这个是文本 那怎么办呢 就要对它进行转换 怎么转呢 我们这地方 文本到什么呢 文本到 这是文本 我们就把它文本到整数 比如说 或者说 这个文本 到小数 因为考了这个 这个59.5 对吧 你不能 这个到整数的话 才有可能四水五入了 之类的 对吧 那59.5 就差0.5 也不行 所以说 我们把它变成小数 和这个去比较 那么你现在去生成看看 它能不能 比较出来呢 他说 这个提示说 这个什么 这个图片 图片不存在 这个我们知道的 之前 我们在08的时候 这用到图片 现在在09这个地方呢 你得复制一份 因为它这地方保留的 它是这个什么呢 相对目录 所以说 必须再给它放一份 现在我们生成 但你看没有提示错误 对吧 好 那么虽然没有提示错误 但是对我们这个程序来说 我们现在只判断了给60分 小于60分的 只判断不及格的 对吧 那么这个如果是怎么写呢 那么大家可能说 对啊 60分是这样的 那么如果这个 大于60 大于等于60 小于80分 我们说这是叫及格 对吧 那怎么写呢 大家可以这么写 如果这个大于等于 大于等于是这么写 大于等于这个 并且呢 写 我们看能写吗 写 它就是这样写 当然你可以再把这个也复制一下 我们来那写了 写 这个成绩呢 如果小于 多少分 80分 当然这个判定界限呢 大于等于60 小于80 比如79 79.5都属于优秀 但是80分就算量好了 60到这个 79.5到70 80以内呢 都是属于及格 这个 上帝保佑啊 对吧 你可以这样写 那这是一种情况 这也是另一种情况 那么还有什么情况呢 还有这种情况 大于等于80 对吧 小于90的时候 我们说什么呢 这是属于优秀的 属于良好的 对吧 笔上不足 笔下有余 还有努力的方向 是吧 这是这样的 那么还可以是 什么情况呢 如果大于 等于90 小于 这个当然就是 小于等于100 对吧 100也都是 这个 这个或者说 你大于等于90 你剩下不用判断了 对吧 只要大于等于90 都算是 你咋 你咋不上天呢 对吧 太厉害了 那么这就是一些判断的 一些情况 那么当然这些情况 我们之间你看也 要考虑到它是不是重叠 对吧 你比如说 你写了个小于60 你这地方如果是 写了个大于60 那么这样的话 是不是 一个小于60 大于60 那等于60 你是不是有个漏了 所以说计算机再聪明 速度再快 如果写程序的人 把这个 里面这些逻辑关系 这些流程关系 要是处理不好的话 你一样是发挥不了 这个效力 对吧 那么一样会出现错误 不是说电脑快了 配置高了 错误就少了 这个在于这个软件的 这个写的这个质量了 那么现在我们去生成一下 看看 去把这个调试一下 看看我们写的这个 到底会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去安装一下 安装一下之后 看看这地方多了一个 对吧 那么这地方就可以 你看这地方 我们看到这个字 可能是大了点 那么我们输了一个60分 比如说上帝保佑 及格了 对吧 那么如果输个58.5 58.7 对催啊 不及格对吧 所以说现在看着流程 应该是对的 那么输一个80分 对吧 输一个90分 输个98 啊 输个980 对吧 因为这地方只要大于等于90 我们全是 这个提示 那么大家看 这地方 其实现在就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 它完全可以按照我们这个流程走 可以按照我们这个流程走 好 这就是如果的这种情况 那么当然 这地方 我们判断这些情况 都是判断这个成绩 那么如果你这地方 还要做其他的事情的话 你这地方继续写如果 那么这个没有关系的 你就继续写如果 它都是往下执行的时候 要去判断这个里面条件 符合这个条件 啊 也就是说 怎么叫符合呢 这一段取出这个数值啊 如果大于等于90 就符合 这就叫符合条件 那么大家说 你这个写的好像感觉零零散散的 我看你以前写的是这样的 对吧 以前写这样 感觉好像这个挺整齐的样子 那么其实我们 对于我们这个程序来说 我们可以去改的 怎么改呢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地方啊 大家看像这样的时候 你这个地方 你写否则 大家看 你写个否则的话 它就出现这样的 如果中间呢 要是还有 还有否则的话 然后你就写这个否则 它就形成这样的 那么形成这样的话呢 这个否则后面 大家看一下 这个判断这有条件 对吧 你后面 就是符合 这个条件怎么样 否则的话 符合这个条件的时候怎么样 符合这个条件什么的 什么样 符合这个条件的时候怎么样 那么这就是说 还可以这么写 就是前面我们写这个呢 大家觉得 这样写我觉得清晰 对吧 我就说 这个符合这个条件怎么样 符合这个条件 你可以这样写 但是一般来说呢 这同样条件判断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这样去写 那么这样是怎么样的呢 那就 把这个条件 符合到这地方去了 那么这个提示呢 自然也是在这地方 就是说 先判断这个条件 不成立的话 往下走 发现 这还有个条件 它在这个成立不成立 如果成立呢 执行这个 还不成立的话 走这个 那么把这一段呢 我们 那么它就是 这个条件 这个条件 那么说 这个条件成立的话呢 当然就是提示的是 是这块的 那么再还有一种情况说 这个否则 要是这个 符合这个条件的话 那么执行的就是 这个的 大家看 这是两种写法 那么一种呢 就是 我们这么分开写的 一种呢 就是这样的 它是非常紧凑 对吧 这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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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条件呢 非常紧凑的放在一起了 所以说 这是两种写法 你可以单独这样写 如果有多种条件的话 多个条件的话呢 比如说 不光是判断成绩 还有别的话 那你就 可能成绩的一块 这样写 对吧 那么其他的 你接着 接着继续写 那么这就看到 这种写法 里面用到一个否则 这就是我们说的 如果和这个否则 当然这个否则呢 它不是必须的 你看你这地方 没有否则 它也是一样用 这道有否则的话呢 它可不可以呢 我们去看一下 那我们把这些啊 给它 给它怎么样呢 身为注释 来屏蔽一下 那么看一下 这段判断 是不是对的 当然这个顺便呢 我们把这地方调一下 这个字体啊 好像大了点 24看一下 那这个括号缺失 这是哪地方 怎么给缺失了呢 我看你生成的时候 如果有错误的话 这个错误 71行 它这地方 就是有这个提示 那么看这地方 哪地方多了什么呢 这地方多了一个 对吧 多了一个 71行 然后73行 这地方 有什么样的 75行 当然这地方应该是 这地方错了一行 它导致的 我们再编译一下 这时候就没有错了 就这地方错了之后啊 它 它说后面也错了 其实就是它引起的 重新安装一下 我们点开 这时候看着这个 这个字好像还缺了一个 对吧 这条你看 我们说58分 不及格是吧 61分 及格了 是吧 87分 是良好了 90分 就是优秀了 是吧 这些几种情况 大家别看这简单的 这些 这是作为 应该说是我们计算机 处理问题的一个核心的东西 它就是大量的这种判断 那么这个 其实这时候就是说 不是说计算机有多少聪明 而是人有多少聪明 人聪明了的话 把各种情况都考虑到了 写出这个程序啊 就能 准确的判断 各种情况 如果这个人要不聪明的话 如果你中间这符号 就写了一个大语 那么你把80分丢了 到时候呢 80分的时候判断不出来 没有提示 那么这就是说 这些工作 其实是我们人类去做的 人类把这个 给计算机写成程序 然后呢 它去执行 所以说大家不要觉得 计算机都聪明 其实就是我们写程序的人 所以我们必须得聪明一点 才能把程序写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个 如果 以及这个 否则 他们形成这种用法 就是多种情况的一个判断 当然如果这么写的话 一定是这些地方都判断的是 相同的一些情况 你这样去判断 是比较科学的 那么如果你这地方 是判断成绩的 这地方判断升高的 那么可能成绩 符合条件的时候 它就 执行了 那么升高的话 会不会判断呢 这种情况 大家就要考虑一下 你就不能把多种这种 可能性呢 放在这地方去 这样去比较 那么多种可能性的时候 你就 可能是会有这样的 这一段呢 是我们判断升高 是判断成绩相关的 再写了一段 这就要判断升高的 如果它的升高 比如说是 1米7的时候 高的时候怎么样 1米7到1米9的时候怎么样 1米9以上的时候怎么样 那你就要分开判断 这是这一对判断升高的 这是判断成绩的 这些 这都是属于流程 需要 大家需要注意的 要不然的话 你虽然写了 但是可能是 也是达不到你的要求 最后导致的结果会错误 好了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给大家说这个流程控制 如果 否则 当然这些 现在给大家说到之后呢 之后因为我们会一直在用 一直用 这时候 大家只知道说 这地方 基本的这个写法 怎么写 那么 以后用的时候 大家再 继续去摸索 那么大家说 你这个地方 你看如果 如果 那么我这地方 这个否则 我可不可以这样 如果这个条件成立 这样 这个条件成立 执行这个 这个条件成立 执行这个 那么剩下的 所有的 就不符合这些条件的 剩下的 我们放在一起 我能不能这地方不写条件呢 大家看一下 不写条件 直接否则 就是这个条件 这个 这个条件 执行这个 这个条件执行这个 剩下的所有的 全部执行这个 大家看可不可以呢 我们去生成一下 还没有提示错误 对吧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执行结果 会不会和刚才写的是一样的呢 这地方 我们就直接判断 这个大于90的 我们输个91 你看是不是就这样的了 他就输个89 他是优秀的 他是良好的 对吧 所以说 这个就是说 符合这几个条件的话 执行前面的 不符合的话 所有这些 全部执行这个 因为不符合的话 只有一个 根据我们现在判断 只有大于90分 大于等于90分以上 全部提示这个 所以说 这地方你给他890分 他也会提示这个 所以说这地方条件 可以不写 那么这大家就要考虑 那么这个否则 什么时候后面不带条件 那么就前面前面这条件 这个细化完了 剩下的所有的 全部交给你了 这种情况 好了 那么这个我们就给大家说这么多 关于如果这个命令 以及这个流程控制 简单的这个 在火山里面 这个如果的这个写法 好 那么我们学完之后呢 学完这些 属于我们这个程序里面 或者说 像这个整个对于火山来说 这些东西都属于 骨骼类的东西 就是内部的一些架构的东西 那么表面的东西呢 我们就像人的一个皮肤 对吧 这个这些 流程控制呀 这个类呀 方法呀 变量啊 这些东西就相当于 这个里面支撑 我们这个程序的一些骨骼 那么当我们这个骨骼 构造好之后 我们再把这个皮肤啊 再美容美容啊 然后再让我们这个程序呢 再好看一点 这样的话呢 我们写程序写起来呀 更加有信心一些 就觉得哎 看着像那么回事 不然瞅着那么难看 就写着写着都没信心了 对吧 那我们对我们之前这个变迁啊 进行一些美化 主要是对这个配色调整 一些图标的一些补充 那我们之前写的什么样呢 之前我们当然 可以看一下 我们之前写到什么地方了呢 这个地方 变迁 对吧 点回来就是这样的 然后呢 这个点击之后 我们看可以编辑 可以保存一下 可以保存 那么比如说 这地方你打了 加两个保存一下 把回呢 就可以看到 对吧 这是我们之前写的 但这个丑着呢 还是和我们 之前看的图上的这个 还是有些差距 是吧 我们看之前人家 这个这个变迁啊 做的还是蛮漂亮的 比如说这样的 这样的 虽然说这个 这个 功能呢 更重要 但是现在你这个 要是长得不好看呢 有时候 在这个看脸的时代 还真 吃不开 所以说 那么这个功能啊 或者说你这个能力呢 你得需要一些时间啊 这个脸呢 一眼就看见 对吧 所以说我们这个功能 再给它美化美化 那为了美化呢 这地方给大家 准备了一些图片 来看一下 这一个是添加 变迁的啊 这一个呢 是变迁的一个 我们给这地方 做了一个什么呢 啊 边上做了一个 小夹啊 就是看着 像那么回事 这地方有一个返回的啊 返回呢 我们就用这个箭头了啊 不用这个 这地方呢 做了一个背景 那之后用的时候 我们再给大家看 那么现在美化的时候 我们怎么美化呢 当然这是我们之前的界面 我们现在把这个 回到我们之前的界面 就是把这个 编辑这个界面呢 我们当然 给它什么一下呢 啊 给它 先切换一下 让我们编辑的 啊 这个 给它不可视 然后把我们 变迁主页 给它设置为 可视 啊 我们在这地方 我们现在是美化 这个 这个工作啊 把这个变迁的地方 给美化一下 因为现在是 长的是 这个样子 对吧 现在我们要给它 美化一下 怎么美化呢 我们给这个返回啊 换个图标 给这地方呢 增加一个 可以添加变迁的 增加变迁的一个 什么呢 啊 一个图标啊 就是一个加号 那么像给这些地方呢 给左边呢 增加一个小图片 啊 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 这个什么地方 啊 就像这样 啊 就处着好看一点 那我们现在去做这个美化工作 看看怎么去做呢 首先 这个顶部这个地方啊 你看 我们之前有个返回 是吧 那么这个返回的话 我们现在要给它变 放一个图片 那么这个变迁后面呢 这个地方呢 我们还要增加一个什么呢 还要增加一个 一个图标啊 这个图标呢 我们当然用一个什么呢 我们用一个按钮也可以 用按钮呢 给它设置一个 背景啊 那么当然这些地方 这个 这些宽度啊 之类的 我们就要去做一些调整 对吧 比如说这个变迁啊 你这个变迁的话 你现在设置为 PP副组件 宽度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它就把这个挤跑了 对吧 它就挤跑了 那么怎么实现说 这一个按钮 永远在最左边 这个按钮 永远在最右边 然后中间呢 这台文字呢 它永远在最中间 这样的话 怎么实现这样的话呢 这样的布局呢 那么像这个布局器 你看我们设置这个 如果你说居中的话 它都在中间 对吧 它这个就是没法去 实现这样的 一个操作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就可以给这地方 再给它增加布局器 什么意思呢 我们返回放里面去 那么这个布局器啊 我们放的是返回 再一个线性布局器 放的是什么呢 放的是这个 再放一个线性布局器 放的是什么呢 这个按钮 那么大家看 那么大家看 这就变成这样了 这就里面有这么几个布局器 那么这几个布局器 怎么让它 这个在这边 这个在这边 剩下在中间呢 像这种情况 我们就可以用什么呢 如果你固定一个值 这个这个手机的屏幕尺寸 要是变了 你比如说 你放在一个小屏幕的 和一个大屏幕的 它就不一样 你固定 你说这个 这个中间宽度是500 对吧 大的屏幕呢 可以 小的屏幕呢 把这个按钮挤没了 对吧 所以说 所以说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按照比例 给它分配 怎么按照比例分配呢 比如说 整个这个宽度 它是100%的宽度 对吧 那么我给它分配多少 比如说给它分配 这个15% 给它分配这个15% 比如说如果是 屏幕是200的宽度 那么这个就是多少 15%的话就是30 那么这个也是30 那么这个剩下140 是吧 那么这就这样 如果屏幕宽度是300的话 它就是多少 它就是45 是吧 它也45剩下给它 那么这样一个 这样怎么去分配呢 我们给它 这个地方 给它设置 这个权重 给它设置权重 设置多少呢 15 其实就是15% 它是多少呢 设置一个 15% 那么剩下的它呢 剩下多少 70% 那么大家看 是不是现在挤满了 对吧 挤满了 但是这个 这个现在就是说 按照比例 我占70% 它占15% 它占15% 那么为了让这个生效的话 还要做一些什么工作呢 这个地方 这个权重 我们把这个宽度啊 这个组件的这个宽度值 给它指定 这地方又变成 它指定一个0 然后里面这个呢 我们让它 匹配 副组件的宽度 就可以 那么这个也是 这个呢 我们要给它 直接指定这个宽度 为0 然后这个 啊 它的这个剩余权重 按比例分配才能生效 那么这个的话呢 也是 给它这个宽度 直接指定一个 直接指定一个 0 啊 这时候就完全让它们 按照比例去分配 它15% 它15% 它是70%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还要做一些什么设置呢 要让这个永远居中 那么我们让它呢 宽度 让它匹配 副组件的宽度 啊 居中呢 当然我们之前设置的内容 和这个都是居中的 对吧 那么这个 永远想让这个按钮 靠右边的话 怎么去设置呢 给这个 内容啊 让它 右对齐 来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宗向呢 当然 一般我们都居中 居中 这个呢 我们想让它 永远左对齐的话 左对齐 内容呢 啊 宗向呢 当然也是居中 这样去设置 那么这时候呢 其实这我们这个文字啊 相当于我们之后就不要了 也换成图片 这地方也就相当于换成图片 命名一下 这个我们叫什么呢 增加 变迁 这个呢 当然叫返回的 这个是变迁的标题 好 然后呢 这个 文字呢 之前我们设置过 我们现在不去变 看看 有没有 会不会好用呢 这个地方按钮啊 这个按钮 我们现在要给它 做一些设置 这个按钮 我们看一下 我们整个这个 是多高呢 我们整个这个 是40的高度 那么这个按钮呢 我们给它一个 指定一个高度和宽度 因为它放一张图片 对吧 这个图片呢 我们就指定一个大小 这个可以给它指定一个 比如说就指定一个40 我们看一下 宽度呢 也指定一个40 方方的一个 这个按钮 那么这个地方呢 也是 这个地方 我们也给它指定一个 40 高度 也指定一个40 这么高 然后大家看 现在它这个地方 有点 就是挤的 有点变形了 对吧 感觉有点变形了一样 那么这个我们先不去管它 这个地方 先不去管它 我们看一下 那么这个地方 返回这个文字呢 我们不要了 对吧 这个返回这个文字 不要了 这个地方也不需要文字 我们都是 这是一张图片 这是一张图片 那么现在我们去看一下 好不好用呢 现在我们要给它指定一张图片 给它指定一张图片 确定 给哪个地方指定图片呢 我们要给我们 一个是这个返回的这地方 对吧 一个按钮是返回的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是增加变迁这个地方 是吧 要增加两张图片 这个返回这个地方呢 我们给它指定一个什么呢 按钮 给它指定一个背景图 啊 那么增加变迁呢 也是背景图 这个图在哪地方呢 在我们这地方 啊 在我们这个地方 那么这些我们复制一下 复制一下之后 我们把它放到什么地方 也放到我们这个 哎 放这个目录里面去 好 放到我们这个 所有图片这个目录里面去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地方我们给指定一下图片 这个返回 选一下 在我们这个图片里面 返回 是这个 哎 大家看这个 然后 这个增加变迁呢 这地方我们看一下 它是一个 比较好识别的 一个红色的这个 好 现在我们去生成一下 看看我们设置设计这个样子呢 有没有变化 好 应该用我们今天这个 对吧 大家看 这地方现在我们看到 这有一个图片 这有一个什么 那么这中间有一个 对吧 中间有一个 那么这地方 这个怎么看不见 这颜色也是白的呢 那么这个我们需要给 底下的这个布局器 设这个背景色 也就是说 我们后来增加一个布局器 我们之前呢 都是这一个布局器 对吧 什么布局器22 它怎么这么长呢 然后呢 我们现在要给 整个这个 这个布局器15 这个地方其实可以命名 它这个现在 我命名一下 我们就能找到它 不然的话不好找 就是这个 变迁 标题 总背景 叫这么一个名 那么这个整个 这个总背景呢 我们给它设这个颜色 这个总背景 我们给这地方 设置一个背景色 那这个背景色 那这个背景色 应该是什么颜色呢 这个我们就看一下 就是我们之前 我们之前是哪个 给这个 给设置一个背景色了 对吧 就是这个 线性布局器22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线性布局器22 这个地方没有设置颜色 那么就是之前 我们给这个文本框 设置颜色了 其实就是文本框的颜色 那么现在文本框 我们不给它颜色 我们给这个 总的这个背景 制一个颜色 那么这样的话 因为总的这个背景 制上颜色之后啊 你其他没设置颜色的话 它都按照这个 总背景色走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我们不设置颜色 这些其他都不设置颜色 就给它设置一个 总的背景色 一个蓝色的 我们生成一下 现在 我们再给它安装一下 大家看 这时候是不是就有这个 这个就有 是不是 这个图标 它是透明的 对吧 这个其他地方透明的 就这个颜色 那么这地方也是 大家看到 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变迁 我们现在觉得 好像高度 稍微矮了一点 那么这个 我们可以适当的 稍微调一下 把最 外层的这个 最外层的高度啊 我们给它调个50 看一下 这个调个50 然后这些地方呢 这些地方没有指定 就这个地方指定了个40 这个指定40 但是这个呢 我们也让它内容呢 居中了 这个内容也是 这个内容呢 这个地方内容呢 也让它 中向让它居中 这样的话 它都在 这个中间放的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看 这个地方 让它的内容呢 也是 居中 居中 这个里面 当然都是居中 这样全是 让它居中 居中之后呢 就会形成一个 什么样的呢 就是说 这地方 反正它总是在最中间 它在最左边 它在最右边 好 那么这样的话呢 关于这两个地方的美化呢 就给它实现了 这就是我们给 实现了一个 这个配色的简单调整 和这个图标的一个补充 当然这个 补充呢 只是我们给这个地方 实现了 那么下面这个地方 现在我们还需要 继续对它进行美化 那么这个地方怎么美化呢 大家看 就是这一块 那么这一块 我们怎么去做 这一块我们显示的是 这里面一个内容 对吧 这里面是 这是一个日期 这是一个具体的 书签内容 那么这边上 我们要显示 给它显示一个图片 相当于这样一个小图标 当然我也做了个图标 那么这么 怎么给它实现呢 这个我们就要 再去做工作 怎么做工作呢 那这地方我们就可能 需要再放一个 线性布局器 然后把它去设置一下 它的宽度 PP 副组件的宽度 高度我们看 之前这个地方 我们设置多少 这个高度给它 指定了个100 对吧 这个我们现在 还是按照100 给它指定一个100 100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 现在给它拖进来 那么当然这个地方 100 我可以给它110 这么看着舒服一点 至少 那么没关系 反正这空间有的是 是吧 那么这个地方 现在这里面 它放在这个 线性布局器里面 那么这个线性布局器 我们想做什么呢 我们要左边放个图片 那么要想让它 左边能放图片 我们这地方就要给它 让它横向 横向之后呢 这边给它放一个什么呢 左边放一个图片框 放这个左边来 大家看 对吧 放左边 这时候我们这个高度 这个里面的高度是100 对吧 那么这个我们也给它 指定一个高度 这个图片框 也给它指定一个高度 100 宽度呢 我们也给它指定一个 直接指定一个宽度 当然这个地方 我们简单的看一下 我们这个图片 它的这个比例关系 这个宽度高度 好像就是2倍这么个关系 大体上让它别太变形了 那么宽度给了个 这个高度给个100 那么宽度我们给个50 大体上这样 那么当然对于这个来说呢 我们让它 这个里面的内容啊 都让它这个什么呢 一个是 宗向是居中 左边呢 我们可以让它这个什么呢 可以让它左对齐 靠左边 反正这个 来看这个它靠左边 靠右边 这个都问题不大 因为我们这个匹配了宽度 对吧 这个指定了宽度 这个又剩下的也是匹配 所以说 除了图片之外 剩下的全交给这个了 全交给它了 这是它们之间的一个关系 它们之间一个关系 那么现在还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呢 我把这个 给它也命名一下 一条标签 一条变迁 总背景 那么这是一条变迁的总背景 也就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给这个总背景 比如说设置颜色 它其他这些就跟着 如果单独 你没有设置它们颜色 它们都跟着这个颜色走 好 那么这地方图片 这个图片框 我给它命名一下 变迁 左边图片 这就是变迁 左边图片 那么这是变迁条的背景 整个这是一条变迁的总背景 中文编程 大家就写明白了 不怕它有字多 写明白之后 我们就容易看懂 那么现在我们给这个图片 首先要设置个图片 对吧 叫什么呢 变迁左边的图片 这个地方我们要设置一个图片 那么是图片框 就直接设置图片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图片呢 我们可以设置上 哪个呢 是这个 那么一条变迁的总背景 这地方我们可能要设置颜色 那么之前我们看变迁 变迁条的这个背景 之前也没有设置什么 对吧 那么变迁的内容 变迁日期 这个我们也没有设置 这怎么也没设置颜色 对吧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变迁的 我们给这个一条变迁的总背景 这地方我们给它设置一下 那么这个地方设置一个背景色 这个背景色呢 我们设置一个 让它偏黄一点的 这个大家有 这个美工好一点的话 大家可能有一些工具之类的 说这个颜色配什么样的 比较好看一点 你可以 这个去搭配一下 比如说这个颜色 这个是变迁的一个总背景 好 现在我们简单的设置了一下 我们试着调试一下 看看这个 我们经过设置之后啊 这个图有没有出来 有没有这个 一条变迁的一个效果 现在看到了 对吧 看到这地方有一个图 是有一个图了 然后呢 这个地方似乎这个什么呢 下面这文字哪去了呢 我们这个文字哪去啊 文字是之前 好像被我们给清空了 是吧 文字 文字哪里去了呢 保存一下 你看这这这 这是我们刚才测试的 现在有文字了 对吧 现在就有文字了 那么这样的话 你看这地方是不是就被我们 简单的现在装修了一下 但总觉得好像还紧紧巴巴的 有点挤 是吧 有点挤 那么再给它调一调 那么这个整个这个大白背景呢 好像也不怎么好看 对吧 不怎么好看 那么我们给它能不能整体加个背景呢 那么这个整体背景在什么地方呢 是 这个地方 对吧 这个地方叫什么呢 变迁条 整体背景 天哪 这些名字 啊 变迁条的 整体背景 这个地方 它增加个背景图 那么这个背景图呢 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用一下这个 啊 一个背景 它会拉伸的 这是一个整体背景 然后其实我们再看一下 它这有些地方啊 我们再 可以 给它调一调 你看像这个地方文字有点靠左边 对吧 有点挤 那你可以把这个地方 我们给它这个文字的外 左边距啊 可以给它 给个十 这个文字呢 外左边距 啊 这个文字的 我看 文字的我们给这个内左边距 什么意思呢 内的话就是 框不变 里面文字啊 往右边靠一靠 这样的 那么这个地方呢 也是内左边距 要叫左内边距啊 文字往右边靠一靠 那么这个右边 我们又不想让它到最右边去 那你可以右边啊 可以给它 十个 对吧 这个右边也是十个 这样我们看 结合这样图啊 再去看 那么当然这个地方 大家看到说啊 这个地方人家这个 没有靠到最右边 对吧 那么也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说这个 啊 就说 这个我们现在设一条 边前总比 啊 这个地方呢 它没有靠到最右边 那我们可以给右边外边距啊 可以给它设这个 比如说十 哎 让它过来点 对吧 左边我们看一下 左边是靠边的 啊 左边的因为我们有个图片 对吧 剩下中间这一块 好 这个调完之后啊 我们再看一下 这时候 我们觉得 好像几个点呢 调了一下 生成我们调试一下 来 现在大家看 好像这是放了一个总背景 是吧 像一个木板上面加了一些条一样 那么这个地方 你看这个背景色啊 这个是一个整个的木质一个背景 这个一个加了一个加 但这个上面好像也有点太紧凑是吧 那我们可以给这地方啊 做一些工作 怎么调呢 那就是给 这上面这个条呢 外边距啊 顶外边距 就给它设这个10 这样它跟上面就有点距离 那么这个图片 其实我们可以给它缩放一下 这个图片为了保证它 正常的话 我们可以这地方 缩放 缩放方式呢 我们可以给它设置一个什么呢 就让它缩放 就是 多大的话 我们就完全的缩放 不是说居中什么样的 这样缩放的话 会实现一个什么呢 它就是一个紧密的和这个结合起来 紧密结合 那么这个颜色啊 好像这个这个 刚才这个总背景色 好像感觉这个颜色不怎么太好看 是吧 这个有点 不怎么太好看 再滑一点吧 亮一点 我可以参考它这样的 你看它这个颜色 这种黄 是不是就能 似乎好看一点 还比较能接受 那这种黄是什么样的黄呢 我们看 这边点 这个颜色 我们说 就是觉得它的颜色好看 对吧 好像看得挺舒服的 那你可以用我们 一般大家可能 电脑上都有什么样的 取色的工具 你可以去取一下 你比如说取这个颜色 你取出之后 我们要的是这个颜色 那就把这个颜色值 你看我们在火山里面 用的是这样的颜色值 那么这样的颜色值 就可以这样了 不要了 我们把这个颜色值复制过来 粘贴了就可以了 粘贴就可以 那么这样我们生成一下 这样生成的话 就会是 它就是背景 就这个颜色 我们觉得这个颜色 好像看得还蛮舒服 大家要是有做美工的 或什么样 大家可能对这种颜色 把控就非常好 就是这个眼睛一瞅 这个颜色 大概是什么范围 现在就是 有这么一个背景色 那么我们看 和这个 人家这个变迁比较 好像还是 总觉得 有点不舒服 是吧 看人家这个地方 怎么好像 还有个风格线 我们这个地方 这好像 也没有个线之类的 对吧 那么这个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再给它 做一些设置 怎么设置呢 这个地方人家有个风格线 我们 这个火山里面有没有呢 火山里面也有个 有个风格线 这有个风格线 这个风格线 我们可以给它 设置一个宽度 让它 这个什么呢 匹配 副主线宽度 那么 这就多了一条线 那这个地方 我们再看一下 说 这个文字 好像有点小 这个文字呢 我们再给它大一点 给个16 这个答案也是 给个16 大一点 感觉好看一点 是吧 是吧 感觉这个地方夹的 好像 怎么感觉 还是不对呢 那么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我们这地方 我们这个整个高度是110 这个地方我们给了100 所以说它有点 那么都给110的时候 这样它就满了 对吧 上下都靠上了 好 那么这样一条 那么这样一条之后 我们确定一下 确定一下 现在看一下 这个分割条 这个分割线 它有没有什么 这样的一些说法 那么有没有什么 横向的 中向的 怎么看呢 我们在这里 要看这个帮助 这个帮助里面 它说设置 这个分割线的方向 它是个纵向 纵向 就是这个你看宽度 对吧 这个什么 什么端点形状 什么颜色 它很有个颜色 那么这有个宗向 宗向的话 我们点进了之后 大家看这地方 说设置一个 为真表示宗向 为假表示横向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 横着一条线 所以说这地方我们应该 给它设置一个什么呢 它叫宗向 这地方我觉得应该叫方向 比较好吧 宗向 是 就宗向是假的话 那就代表是横向 它就这意思 就是如果你宗向是真的话 就是宗向 就是竖着一条 如果宗向是假的话 就是横着一条 它就是这样的 这么设置的 然后呢 它还有个颜色 这个颜色呢 我们设置一个 稍微 稍微这个什么一点的 就让它 有个分个条嘛 对吧 这个条颜色 好像就是 稍微深一点的 就是灰灰的 这样一个颜色 好 现在我们去看一下 生成一下 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好 现在大家看到 这地方是不是有一个 有一横啊 你看这地方也靠上了 上下也靠上了 好 这样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简单的美化 这个大家可能 可以之后自己去美化一下 这个就是 如果你这个美工 比较好的话 就做的 美工好的话 就做的漂亮的 对吧 哎呀 美工好的话 就漂亮的 哎呀 这字打的 否则 就这样了 啊 保存一下 返回一下 是吧 这就这个样子 现在内容就显示到下面去了 好 那这是一条 对吧 一条我们现在 折腾了半天呢 弄成这样子 大概瞅着 好像还过得去吧 就这样 那么现在我们说 这是一条 我们给它图标啊 简单给做了一下 这个颜色啊 调配了一下 就是这么一个 慢功夫 然后我在这条 大家看的时候 也跟着学一下 怎么调 这里面有些注意事项之类的 啊 大家再 看一下 那么现在 我们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呢 那么多条变迁的时候 一个对应的判断 哎 这个这个工作就是说 现在就一条 我们来回就在这点 对吧 那么多条的时候 我们复制 多条变迁 这时候我们 多条的话 你点的是哪一条 你是不是就得判断了 是不是我们就应该用到 我们刚才学过的 如果否则 对它的引力应用 对吧 如果是第一条怎么样 如果是第二条怎么样 那就要有这样的一个区分了 那么 还有这个多条变迁数据的一个对应读写 你不能第一条 你点的时候读的是第二条的 第二条点的时候读第一条 这也是不对的 对吧 那么所以说 这时候我们当有多条的时候 那就像人家这样 多条的时候 你点哪个应该看哪个 对吧 也不能说是点一个 这个数据乱了 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 怎么给它弄个多条呢 但我们现在 肯定是很不智能的 对吧 那怎么多条呢 那就把这一堆拧 它复制一个 这就出了一条了 整体复制了一个 是吧 这就多了 你看这个复制完之后啊 它这个 我们看一下 撤销一下 它粘贴之后 它粘哪去了 它粘上面去了 其实 这其实是 这是之前的 这是我们新复制的 如果我们再粘贴一条呢 它又跑上面去了 看 拖下来 这是第一条 这是第二条 这是第三条 它是这样的 那么这样复制之后 大家其实看这里面 还会有些问题 那复制 当然我们会把这些设置啊 所有设置项 都会复制过来 这些设置项 都会复制过来 所以说这样 就是非常方便的 但是你看 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这个是图片 对吧 这个呢 1 还好 这个呢 是2 这个还好 然后呢 这个便签日期 这个呢 日期1 这个日期2 这个也还好 它有时候复制的时候 这个名字啊 会 那个什么 这个是便签内容 这个内容1 内容2 对吧 这个是 分个条3 2 1 好 那么这个是 便签条背景 这是背景1 这是背景2 这个还不错 那么这么复制完之后 那大家想着 是不是 我这个生成之后 就会 有三条呢 我们生成一下 看看 大家如果在复制之后啊 如果编译提示什么 重重复了之类的 你就需要去啊 在这个界面上 对它一个一个进行命名 因为有时候你复制这地方 它叫图片 这地方复制一个 它还叫图片 它两个名字是 相同的 有这种情况 所以说 如果这种情况 大家自己去把它 要修改一下 不然重复的话 它会不好用 现在我们看到 这地方 这些地方都是一样的 对吧 但是有个什么呢 这个图片没设置 背景色也没设置啊 是不是 就是看着好像不是 这么几条 那么这个怎么办呢 就是我们 把之前的什么呢 这个图片 是不是 这个图片 我们要给这个图片 粘贴一个 给这个图片 粘贴一个 这话前面也没事 然后呢 还有一个什么地方呢 这个背景色 总背景 是吧 是哪个地方呢 这地方 一条变迁的总背景 这个背景色 复制一下 那么 给这个粘贴一条 这个粘贴一条 对吧 这个就是说 它俩就去了背景色 它俩背景 整个这个背景色 和这个图片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再绳成 看一下 它就会有三条了 这样是不是就三条 就加了三条 啊 好 现在三条 有了之后啊 你看 我们点击的时候 它其实这不起作用 对吧 那么这个地方 点一下 也起作用 为什么呢 因为它 我们这地方 我们写了代码了 这个当然 你现在撤销呢 因为我们前面 这个布局器 不可视 它就相当于结束了 那么这个地方 点它 才起作用 点它 不起作用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没有判断它 没有写代码 对吧 那么这个怎么去判断呢 那么这当然就是 我们之前说的 你这个 这个地方 写了什么样代码 这个地方也要 需要什么样的 那么对于这个地方 我们之前还设置了什么呢 啊 这个点击的时候 还要支持单击事件 我们看一下 在哪地方 啊 文本框 我们这个 变迁内容 对吧 这要支持单击 那么他要支持单击的话 那么变迁内容一 是不是也要支持 那么这个 变迁内容二 是不是也要支持 啊 那么他们都支持了之后 要做什么工作呢 我们是不是 就下面的工作 那么这些地方 当然说 我们是不是 把这个可以屏蔽了 这是我们之前 讲这个如果的时候 啊 可以把它 现在 给它 注释掉 那么这时候 你看我们点了什么地方呢 我们之前点了一个 叫 哪去了呢 啊 我们是在 文本框被单击 对吧 文本框被单击的时候 那就是这样的 你看我们之前是 文本框 如果是变迁内容 那么现在其实还有什么了呢 是不是我们就 否则了呢 否则 这个来源对象 要是等于 变迁内容一的时候 对吧 是一种情况吧 还有一个 是否则 等于二的时候 这两个 那么一的时候 其实这个 我们点的时候 一和二的时候 这些代码 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会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点这个二的时候 大家一看 二的时候 点这个 变迁内容一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 这些可视状态都是一样 是不是这个变迁内容 是不是应该等于 文本框 变迁内容一的这个内容 对吧 我们读这里面内容 那么 点二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应该读 二里面内容 那就这样的 对吧 这一点是需要做到的 可视状态都是 他们三个都是 同样的过程 然后呢 只是内容的时候 你要点这个 点第一个 读这个 点他呢 读他里面内容 点他读他里面内容 那么这是一个 那么这是点击 比如说点击他 点击他 显示他的内容 点击他显示他内容 点击他显示他内容 那么这时候点击之后 还有一个什么地方 要注意呢 保存的时候 对吧 你现在保存的时候 这是111 保存完之后 返回 它是这个地方 当然这个地方 你看我们现在 把这个111 写到前面去 保存一下 返回 它是111 对吧 如果你点这个时候 我们比如说222 这是333 那么他要对应 那么这个时候 其实会出现 什么问题呢 在保存的时候 是不是也要有代码 那么保存的时候 我们在哪地方呢 我们之前代码在这个地方 点保存的时候 那保存的时候 大家看 这有这个什么 我们之前有创建目录啊 之类的 然后呢 这有写这个配置项 写这个配置项 那么大家现在要 知道一点什么呢 我现在点的是哪个 对吧 我现在点的是哪个 我现在点的是第二个的话 你不能老写第一个 对吧 我们 我们点击第二个的时候 相当于要写第二个 第三个的时候 要写第三个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这地方 是不是就要有一些操作啊 那么这些地方 就相当于说 我们要有一些判断 你不能老写这个第一个 对吧 不能老写第一个 那么也就是说 这地方写的时候 不能老写第一个 然后我们启动之后 这个程序启动之后 你看我们之前 还有一个什么刷新 这个什么变迁 刷新变迁 现在我们之前 只有一个变迁 现在我们有三个变迁 那么你不能只读一个 对吧 不能只读一个 所以说呢 这就是我们这地方 就需要给他 做什么工作呢 相当于这地方 就要做几个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是第一个 我们就写一 那么第二个 我们是不是就要写二 比如说变迁二 我建名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写二 那么这地方变迁三 三条的话 就写三 那么大家现在觉得 那我这要十条 是不是得这么写 那现在就得这么写 因为我们 什么循环呀 这里还没讲 等讲到的时候 再给大家说 怎么把这些问题 非常快的方式去写 那么也就是说 你看我们这么 那么这是三个标签 三个变迁 那么也就是说 这地方 那么这个文件名呢 相当于我们 又是有三个 对吧 那相当于就是这样的 一二三 这是二 这是三 那么像这个情况 怎么办呢 到底写的是哪个 你怎么去区分呢 怎么去区分 那么还有这地方 写内容的时候 这个 这个文件名 当然我们取出的是 哪个写哪个 那么现在 我们在点击了 这个什么之后啊 当我们在这个 点击了某个文本框之后 我们是不是要做一个记录 记录 让全局记录一下 我现在到底点的是哪个 对吧 到底点的是哪个 所以说这时候 我们其实要想到 我们之前学的什么 变量啊 成员啊 这里的学那么多东西啊 在哪地方用 现在就有地方用了 怎么用呢 那就这地方可以 做一个 这是一个成员 叫什么呢 下滑线就是打不出来了 终于打出来了 当前 标签 当前标签 这个当前标签呢 我们可以用个整数 记录什么呢 就是123 123就可以 怎么记录呢 那么这个当前标签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写 我们在这个地方写 什么时候要用到 我们点击的时候 点文文框的时候 首先是不是要用到它 那么点这个文文框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让成员 当前标签等于1 是不是 可以记录一下 这个时候呢 等于2 对吧 这个时候呢 让它等于3 这就123 点文文框的时候 你点第一个 我就说1 点第二个是2 那么点完之后 它会记录在什么地方呢 点完之后呢 在读的时候 是不是需要用到这个 判断你当前点的是哪个 对吧 那么读的时候 读的时候在哪地方呢 读的地方 我们在刷新这个什么地方 有一个是 列表的地方呢 是刷新标签的一个地方 对吧 刷新标签的一个地方 那么还有一个什么地方呢 还有一个当然就是我们 当前这个文文框点的时候 点的时候 它直接就读了 当然读的时候 这个读的 我们已经写了 它读哪个地方 那么现在这个成员标签 我们记录3 2 1 在哪地方用呢 主要用在保存的时候 那保存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分开 到底是哪个 那么这时候 我们怎么判断呢 当然就这地方了 如果我们这个局部 我们不叫局部 我们叫成员 当前标签 要是等于1的话 干什么 它写的是第一个配置项 对吧 它就是这一套呢 是它的 否则 这时候你看我们就用到了 否则 它就是这个 还有否则 它就是这个 3 2 那么也就说 2的时候 我们应该 它 3的时候 是它 这样它不可能 一下就是这个成员又是1 又是2 又是3 对吧 它有区分的 那么在下面这个地方 是不是同样的也有这些 这个是提交 下面这地方呢 这个文件名其实同样的相当于也有这个区分 什么意思呢 它就相当于点1的时候是它 2的时候文件名是它 3的时候文件名是它 这是我们之前定的是这样的 那么这每一个文件 保存的是一条变迁的内容 对吧 那么这时候写的时候 写的时候你看就没有关系了 写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文件名是有变量 对吧 它读出来取哪个取哪个 目录是不变的 然后这个内容呢 当然就是那个内容了 那么这时候还有一个签证 我们写完了 对吧 列表也有了 那么列表刷新的时候 刷新的时候 大家看 这个刷新的时候 就有三种三条变迁的话 那就是这地方了 2 3 对吧 2的1的时候读的是放在这个变迁内容 2的时候这是变迁内容1 这个是变迁内容2 它就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文件名呢 当然我们是读的这个配置项 之前学过配置项的 对吧 读这个 好 现在好像我们写的差不多了 那我们生成一下 看看 会不会 好用呢 打开 这两个现在没有 对吧 你看这个地方 你看这个地方 222 测试 测试 保存一下 保存 换回 大家看是不是有了 那么这个地方 这是333 测试保存 测试 保存3一下 保存 返回 是不是 这也可以 点2 有 然后 保存一下 返回 是吧 正常 3 保存 保存 返回 是不是 1 这样的话 你看 我们是不是每一条都是可以的 这样我们这每一个内容啊 都保存在一个单独文件里面 那这个文件在哪地方呢 我们可以点开这个看一下 点开 我们看这个里面 我们安装的 今天是9 对吧 在这个里面 file 变迁 这是变迁1 打开 是吧 变迁2 内容 这是变迁2的 然后呢 这是变迁3的 打开 对吧 这都是每个内容呢 我们单独保存了一下 也说 就是在我们这个里面 它每一个保存一个文件 好了 这样的话呢 是不是我们就实现 现在我们今天要说的 我们用这个 如果否则我们现在用了一下 对吧 也给大家把这个巩固一下 说这个实际应该怎么用 那么就是多种情况的时候 你需要判断 这个就是 那么 再就是 多条变迁数据的时候 对应的一个读写问题 那么现在我们有三条 对吧 三条我们就是 判断这是 第一条 第二条 这一一二三 变迁1 变迁2 变迁3 我们都得读 然后保 这个显示的时候 也要 分开 然后呢 在这个 尤其像保存的时候 更要注意 对吧 区分 它当前到底是哪一条 不然的话 你把 把人家 把人家前面的覆盖了 这也是不对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实现了 这样一条一条的 好了 这就是我们这个 关于变迁这个 啊 美化一下 当这个地方呢 啊 大家说 你怎么进来 就是这个呢 这个我们之前 不是给大家做过了吗 是吧 变迁主页 如果我们把它设置为 啊 完全隐藏 然后 最底层呢 我们给它可视 啊 就 这就这样回来了 对吧 这时候我们再 去生成一下 啊 就变成 我们有这个 操作的过程了 像这些操作啊 大家反复操作 就慢慢就熟练了 啊 熟练之后啊 你就 写程序也就快了 呃 发现问题的时候 也 很容易马上解决 你看我的变迁 点击 就回到这个界面 对吧 点击 可以看 点击可以看 点击可以看 那这些 这些地方 这些文字啊 这些是我们 讲课用的 这个没有关系 我们今天先把这一块 给大家啊 弄出个简单的样子 给大家把这个啊 用如果 否则这样 做一个分别 一个对应 然后这里边 加了一点图片 简单做一下美化 啊 这个美化的工作 大家可以自己去做 啊 你要是美工好的话 你可以自己去 把它做得更漂亮一点 再一个就是 我们在布局上 你看这地方 一个让它永远 居左 一个让它永远 居右 中间还要居中 啊 这个地方也是一个点 大家要练习 看一下 我们一层一层的 套这个布局器 啊 好了 那么这样的话 今天我们这个内容啊 主要内容就讲这么多 剩下的一些 大家看到哪地方 不好的地方 我们再往后放 一节一节的 把这些都融到 每一节课里面呢 给大家慢慢的消化 最终呢 我们把这个功能 都给它实现 为什么现在一直 在做变迁呢 因为这有些小功能啊 啊 有些东西 我们先给大家熟练 到之后再写的时候呢 后面再写的时候 我们就写的非常快了 直接就给大家说 这地方你看 这地方我们三种情况 如果什么 我们就不用再给大家讲 这个如果是怎么用 否则怎么用 对吧 然后呢 现在是三条变迁 那么以后可能 三十条的时候 怎么办呢 那我们可能就要 动态的去复制一些 生成一些变迁条 啊 就不能这么一个一个复制了 这个不能说 你装在手机上 啊 现在有四条变迁的时候 你说我得打开原代码 改一下 这肯定是不合适的 所以说 在下一节课 我们就讲如何动态的复制 这个 不是我们现在手动的去复制一条 然后把它设置一下 我们讲如何动态的去设置 好了 给大家留一个课后练习 说 在我们课堂基础上 尝试多种变迁的排布样式 比如说 一行分两块 就像这样的 这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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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是一条一条的 对吧 我们看有些变迁呢 它是 呃 一条一条 也有些呢 这么一块一块的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这样的块 看看 怎么去做 第二个 想一想 如果有很多变迁 那现在我们今天讲的是三条 对吧 一页显示不下 应该怎么做 这三条 就像这个地方 框一样 你看现在如果再显示两块的话 都已经有点显示不下了 八块的话 是不是 显示不下了 一般我们在手机上 就得往上滑 对吧 上下滑动 那么 大家看看 有没有类似的组件 或者布局器 去实现这样的 相当于翻页 啊 这样的方式 了解一下 尝试一下 然后大家可以把做好的界面 倒是晒一晒 什么意思呢 大家互相学习 哎 觉得你这个配色比较好 那个颜色值是多少啊 这个图片能不能共享我一下 我也想做漂亮一点 但是我自己美工比较差 对吧 所以说 大家可以互相交流一下 啊 让每个人呢 都做出比较 好看的 啊 你好看一点 自己看着也比较舒服 见面太难看的话 后来自己瞅着 也不舒服 发给别人 别人会觉得 你这个没学好吧 怎么做这个样子 或者说 是不是老师没教好 啊 他这个地方 我这个美工也是很差的 所以说 做的 好看不好看呢 我觉得 其实我一直觉得也不好看 但是呢 我也在找素材啊 尽量的让它漂亮一点 所以大家有好的素材可以 啊 也可以共享啊 如果 被我看上了 我就可以放到 在讲课的时候用一下 好了 今天的课程就讲这么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